这是史上呢 唯有我第一个做大集合里面有皮胸 而且嘴巴这么大 那这个放在哪里最好 放在玄关 你每天回家对不对 你就这样子 皮胸又很喜欢钱的味道 所以你就这样子一直养你的皮胸 五包的预言 泡澡泡脚泡手都很好 洗完手之后啊 或者洗完澡之后 去泡泡你的手 然后让你拥有好手气 除惠除完了要什么呢 要香气 来大家看到 今年呢大手笔做了这个扩香组 你要放哪里都可以 你可以依据你喜欢的味道来放 然后这里面有三瓶 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精油 除夕叶呢 一定要包一包红包给自己 这个呢两个孝亲袋是 让你包给长辈的 除夕叶拿到的红包 不管多少钱 两千块也可以 只要是一个双数 一个吉祥的数字 就放到这一个红包袋里面 然后放在枕头下 除夕那一天就睡 睡在枕头下 元宵节的隔天才把这个钱拿出来 去银行存 或者拿来投资 或者拿一些来买乐透 我这里有一包加持过的平安米 跟你家里的饭一起煮 那这个吹饭呢 就是吹财的意思 所以呢 除夕叶最好在家里吃这一个团圆饭 那万一你说 哎呀除夕叶我们就在饭店吃饭了 怎么办 那你只要在元宵节的那一天 或者元宵节的前一天 后一天来吃这个平安米 都是可以的 我设计了一个望望狗的狗来服 有没有很漂亮 可以在你家的大门口 然后呢就是柴园滚滚来 而且这个是两层的哦 这两层就是立体的 有没有看到 在我后面这一幅叫 名山立水的门脸 这个树呢 没有树梢对不对 叫做出头天 那看我的太阳 叫旭日东升 而且我的旭日东升的上面 有一抹紫 叫紫气东来 因为我要你 2018年像紫微星一样 高高在上 不要鞠躬哈腰 这个山就是我们的什么 靠山 就是我们的贵人 这个瀑布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财运 渊源流长 旁边还有三棵桃花树 有没有 人脉就是前脉 不但你要桃花要望 因缘要好 人脉还要广 希望大家2018年都能够抢到大集合 就这样